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聊聊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在澳洲 当天是一月头到 现在Facebook的功能叫 On This Day On This Day 跳出一个故事 跳出一个故事之后 我就跟 MO 讲 咦,我是不是要开始聊聊聊天呢 他就說是,然後我去想題目,有甚麼可以談呢,在澳洲,表面上挺有空的,我去拿Facebook出來,看過去十年發生了甚麼事,話說呢,我十年前剛剛在中盟大可以鬼地方畢業,哎呀,出街了,今天沒有操,因為出街,今天沒有操,今天沒有操,今天已經被添加了所有東西。 十年前在中盟大畢業,我十年前有一天,是冬天來的,那時大概十二、一月大約的時間,我回宿舍,通常無端白事,一個Engine學生不會很回宿舍,宿舍只有一個用途,睡覺,其他宿舍應該是Lap的,現在有可能是這樣嗎? 沒有了,現在沒有了,沒有宿舍很好,怎樣拿宿舍,你最後一年就算了,不說了。 回宿舍,聽到旁邊有幾個BBA人在聊天,在旁邊的房間,在說,找了多少份工作,又不知道有多少項目,怎樣選擇好,然後想想,蛤?找工作? 那時大概十二、一月左右,我想,畢業的,畢業的,畢業這兩個字,很沉重的聽,你喊一聲,你對畢業,你是不是在最後一年? 有什麼期望?很絕望,為什麼?要找工作,找工作有多少絕望? 好像拼了四年,什麼都沒有讀過?拼了四年,什麼都沒有讀過,檢討一下 還有誰是最後一年?又有幾個熟口熟面的人?還有誰是最後一年?我不理你,還有誰是最後一年?沒有嗎? 沒有嗎? 什麼?有多少不是最後一年? 有多少是最後一年? 沒有舉手那些不是人來的? 通常呢,我講一件事,每次都可以玩的,就是我十年前,中大的時候,我會教IT test 知道什麼叫IT test嗎?有幾個人還沒通過的 有NG學生是最後一月都沒通過的 通過了,不用讀嗎? NG學生是會肥的IT test,我跟你說 記住一樣東西,Anyway,我教教IT test 當時,通常大家學生都坐在那裡,挪反招呼,是我的學生,曾經學時 坐在那裡,我就說,聽到嗎?同學,聽到他舉一舉手,沒有反應 聽不到他舉一舉手,沒有反應 啊,你們班人,今天就叫做笑,我知道有人反應,不是睡覺 Anyway,畢業,我剛才好像還沒做幾個,是最後一年 這也是最後一年?不舉手,這也是 你看,你合作合得這麼好,就是你 有什麼期盼?對,對,對,對 有什麼期盼? 畢業跟著怎樣?畢業就是失業,就做費清 我找到iBank的,哪間? OK,人工好嗎?幾錢? 當然要說,一字頭二之後?三字頭,給點掌聲 這不是叫贏在起跑線嗎?你明白嗎? 好,還有誰現在找到工作的?你嗎?笑的? 你呀?你呀,你找到工作什麼? 阿豪Sky? 哦,多少錢一個月? 字頭 字頭啊,也挺不錯的 好,有一個問題就是,十年前我想畢業,畢業 剛才跟我說畢業就是失業,明明那個是人生勝利組 跟我說失業,是的 十年前的我就在這裡 旁邊那個就不要管了 十年前我在這裡的時候,我在想 嗯,十年前的時候,我真的以為 十年之後,其實我會飛的 飛的意思就是,嗯,好像做了些事情 為什麼呢?我讀了四年U的 因為我那一屆是第一屆Word Study 有幾人知道Word Study的? 有幾人去了Word Study的? 算了,還是不知道 有幾人不知道什麼是Word Study的? 沒有聽過? 那其他人呢? 沒有聽過 Anyway,Word Study是一個工程學院搞出來 給大家休學一年,去工作一年 其實是做孤雷做一年的 那一年呢,剛剛SARS之後 Engine School搞了第一次的Word Study 那我去了Smart Tone Smart Tone的舊Logo是這樣的 是Smart Tone Roller Phone之前的 那,幾好Pay的 五千元一個月 那,正常上班 朝八晚,不知幾多點 做最多的就是這抽的東西 這抽的東西 這個不夠勁 我見過最勁的那抽LAND線 是由那一棵上一隻 去到那一棵上 全部都是Port 然後全部都是黑黑的LAND線 我在裡面要找其中一條A對B 拿出來 然後那個Senior走來跟我說 你醒醒一點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剪斷這些線去 你剪斷這些線去 整個香港很厲害 就是你了 那時候搞這些 插最多的線 插LAND線 插光纖 插Mouse線 插Keyboard線 就是當年 那 當年呢 有個很深印象的一件事 就是 每一個Word Study的學生 就有一個Professor會跟 那個Professor會走過來 去見你老闆兩次一年 見完之後 有一次 就 回去 我回中大 我回中大 然後我 我那時候讀Intent Engineering 就跟我說 喂 你老闆說你OK 我Vicar 然後說了大抽 難道我做事真的OK Anyway 在Smarttone那一年 我以前學了很多東西的 第一樣就是 其實你真的什麼都不懂的 什麼叫什麼都不懂呢 我第一次進入Data Center 就對了一排櫃 有一部電腦在前面 那我Senior站在我旁邊 然後就裝了一個叫Wireshark 那時候Everreal Wireshark知道是什麼嗎 知道 不知道那些 Anyway 一個Program讓你讀Network裡面的Package 不斷跳出來 因為那時候Smarttone我做 就看了整個IPNetwork 全香港你經過Smarttone network上的幕 我都看到了 你看到什麼 那時候沒有HTPS 所以你什麼密碼我都看到了 OK 那不斷湧出來 然後我拿了Cindy仔卡來 喂 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著 有幾粒英文字 有幾粒不像英文的英文字 跳出來 然後我啞了 啞了5分鐘 那些是讀屎片的 那是什麼來的 SSH的Encryption 那個Package 它的名字在那裡 在Everreal裡面跳出來 其實我發現 原來我讀書的時候 讀過的 SSHR那些有讀的 寫衣服已經有讀 寫衣服已經有讀 寫衣服已經有讀過 其實實際上 出來做事 我發現我自己什麼都不懂 第二件事 就是想 怎樣令自己懂 第一件事 SmartTone的時候 我去做第一件 Task 就是 剛才我說Everreal 其實那部機器 放在Data Center 因為直接在我們最主要的 Switch 拉一條線出來 刺了那部電腦 那你所有想的網絡 就全部擠下 後面駁了一個Disk Array 那隻Disk Array 那隻Disk Array 只是9T OK 那當年很貴 幾十萬 撈出來 但是那部機器 就在Data Center 我們每次去看東西 譬如上網上不碰 就要去Data Center 那老闆覺得不太煩 因為我Data Center 大概要走廿分鐘才到 在官塘和牛頭角 那老闆就給我 Task 那有沒有辦法 我的Calculation 就在Data Center 那裡走 但是那個Program 我就放在我同事的位置 在Office那部電腦那裡 那 搞了很久 找了很久 就發現Google是你的朋友 那大家應該清楚 那當年Google剛剛開波 Google是你的朋友 什麼意思 結果我找了兩個星期 找到一個答案 怎樣建造SH Tunnel 將那部Smart機 裡面那個Program 回到我的Desktop 再顯示出來 那個Windows2000 來的 OK 這個是那時候 學會怎樣去用Google 找答案 那現在你還給你看 Stack Overflow 那最後發現一件事 香港做IT都挺吃屎 死的前輩在那裡 很害怕 有沒有說錯話 為什麼吃屎呢 就是 我那時候的團隊 搞IP network 那旁邊的團隊 就搞一些新的東西 什麼叫新的東西 3G 剛剛推出那時候 看著它推出的 推出3G之後 每一間台都虧錢 因為給了很多錢政府 每個台都想辦法 去找方法來賺錢 出了很多新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即是那時候SmartTone 搞了什麼報新聞 每個人拿著相機 就可以做新聞記者 那些東西 那 想辦法那個通常都是Marketing 做那個通常是Engineering 那被人罵的一定是Engineer 那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 有人寫了一個Java App 那時候用一些燈封 就是我們現在叫燈封 Lokia那些機 走Java 那時候很厲害 那Marketing開會 突然就拿了一個Requirement出來 喂 如果一個客人 按個正號1000客人會怎樣 這樣 拿起手座的電話 嘩嘩嘩嘩嘩 這樣大概百多下 就想到手機 當然要跪玻璃 然後就要 被人罵的是一個Manager 罵人的是一個Junior 在一個這麼不平衡的情況之下 那時候對我感覺很差 哇 做IT是這樣的 Anyway 我入SmartTone的時候 2004年 2004年我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開了第一間公司 第一間公司是接作的 公司還在那裡 那時候Lokia不要看太舊了 那香港接作呢 就是這樣 這個知道什麼事 十一巴港女 那香港IT接作就是 你被人按在地下 兜巴兜巴載你 車完之後 旁邊還有一條契仔在那裡笑 OK 這個就是很活生生的 看著這條片的時候 這個就是香港IT接作現在的情況 就是 那時候 現在可能很少 我不知道 現在我很久沒有接 Anyway 開公司 這間公司現在其實都還在 一直放在那裡 沒有搞到她 沒有在給錢政府不知道做什麼 好了 接作就好像有港女女朋友 這樣 這是一定的 旁邊的人會以為你賺很多 OK 但實際上你發現你做完之後 什麼錢你都賺不到 是的 更重要 這個最大的 lesson learn 那時候 紅心壯志 小小看著一本書 Steve Jobs Bill Gates 開公司很帥 自己開一間開一間之後 你發現什麼都不懂 就是什麼叫什麼都不懂 我第一個 job 要寫一個 web 要做 design 要畫 poster 要做 leaflet 猜一下多少錢 港幣兩千塊 有人笑 我聽到 第一個 job 沒有的 那時候比較臭串 當然 後來就知道 怎樣按你 我當然會反抗 反抗 就是把銀子 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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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回來 當然知道自己不懂做生意 一直到06年 我說grad了之後 我說我自己會飛 我看到外面這樣的環境 我又不是很想出去做事 打那些工好像很噁心 就想想想 不是我自己可以 老闆說我可以 當時他跟我的 professor說我可以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曉飛 曉飛 不如自己開公司 自己開公司要錢 那時候又沒有錢窮苦學生 結果怎樣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碼頭 走來中大做 為什麼 因為起身點夠高 在當年來講 on average 結果在中大某個部份裏面做了一個機佬 做了整整三年 然後就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中大好官僚 糟糕了 出街了 我發現不用再回來說 中大好官僚 我就舉一千來一個官僚的例子就夠了 你們現在的學生證是可以做的 touchless 對嗎 有人掩嘴 難道你做的 你掩嘴是因為你做的 掩面是因為你做的 那好吧 不要怕說錯了 你得罪人 我出不了門口大件事 當年那張學生是插卡有晶片的 有一年就要換證 就在中大最終的時候換證 其實那三年裏面 我有兩年在Shaw做Tilter HawTilter Shaw那批讀卡機 其實是全中大第一批讀卡機 所以跟之後的人的讀卡機 是不 comparable 結果那些人換證之後 就發現那張卡讀不到 ITSC當然跟你說沒事了 我就比較衰格 拍了一條片 一條片一剔過 就展示了兩張證 一張新證 一張舊證 舊證讀到,新證讀不到 展示了你現在做不做事 結果在後面唱衰 我唱了大概兩個星期 想起我底 幸好那時候沒有那麼多Facebook 要不然應該發出我出來 中大官很惡定 這個阿茂應該知道不少 放在你上台 第二件事是不進則退 那時候我在中大組的機錄 即是做support 甚麼機錄都玩過 由營印機到冷氣機到抽濕機都關我事 不要問我為何 不知有機制就關我事 所有跟Tag的東西 反而就不知為何不好像很關我事 結果就不進則退 那三年是浪費了 浪費了的意思就是 那三年沒有學到東西 原先認識的那些又outday了 新的又不知發生過甚麼事 但是更恐怖地發現一件事 就是人類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動物 即是每個月準準時時 有錢進入了你的戶口 我住中大 即是不用交租又便宜 即是錢用不完 那就很安於現狀 那 接著開始發現到對勞 結果我 給了十三個月通知旗奧老闆 即是我是一年零一個月之前 那一年跟我老闆說 你下年不用跟我討論 我是有一份兩年的工作 所以我就跟他說不用討論 那我見到2009年走出來 2009年走出來之後 就說自己要飛 覺得自己要飛 走去做了一件事叫VTR VTR的出現 你現在就這樣看 你便知道 start point end point 告訴你搭甚麼交通工具 很basic的東西 2009年的時候 Google Map 在香港是廢的 打開Google Map 香港是一片綠油油 是甚麼都沒有的 科學園是個海 香港是沒有路的 全世界Google Map 只有一個國家 是有公共交通搜尋的 波蘭 2008年的時候 我去一次澳洲 那邊人家政府做出來 我去到A point 到B point 他就教我從E點走到那點 乘搭多少點 乘搭多少十分鐘 下車乘搭多少步 便到啦 很棒 看看香港能否做 一個慘痛的經歷 當時我已經有捉住Mo 去問他怎樣做 我很記得 走去 網址開不了 不用找 我走去 撈了香港所有地鐵站 輕鐵站 巴士路線資料 香港有八十多個地鐵站 八十多個輕鐵站 七百多個巴士線 三萬多個車站 那你便計算 舉個例子給你聽 你怎樣去計算 究竟由荃灣車尖沙咀呢 你究竟乘搭地鐵快 還是乘搭巴士快 在尼丁度需要轉車呢 在沿途需要轉車呢 轉幾次呢 怎樣轉是最快 怎樣轉是最方便 這些有排離 那時候我和Mo想過一次 然後發現如果真的要計算 大約十億 而我當時的能力都跪了 三年沒有寫一個曲 我寫這些東西 就是叫我跪了 結果當然失敗收場 但這個活動 就是第一次接觸所謂的工程 有班前輩去教我 Anyway 做產品 就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在我做完這個之後 我知道過去幾年 有很多人嘗試去做這些事情 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五個組織 包括政府就給了三百萬PolyU 建了一個出來 政府版的公開搜尋 結果就花了些錢 不夠用的 再給了三百萬 結果都是做了一個垃圾出來 大家可以用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做產品不是那麼簡單 背後有很多low-how 你要知道 第二就是沒有錢開放會死人 那時候我沒有寫清清清清 我銀號有四個位 但有兩個是小數位 有幾個月都是這樣 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聽過 但這個真的沒有錢開放會死人 我最窮鬼的時候 就是2009年 一樣是冬天的時候 每一天吃兩個米粉 半粒雞精 加四粒魚蛋 那時候瘦很多 所以拍照比較年輕 現在肥很多 現在賺到錢 接著找到一個好的前輩 很重要 找到一個好的前輩 就是你把他懂得的東西 全部拿回來 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再應用出來 你省了很多你學習的時間 Anyway VTR衰了之後 就認識了一堆人 2010年開了第一間正正式式的startup 有investor的startup 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做了一個resume tracker 現在收拾了 那時候大概用了三個時間 由不懂Rubyong 到寫了Rubyong 又試過整個recommend的東西 recommend 那時候也挺兇的 現在基本上Linkin 正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把Linkin 和Facebook的Friendlist 把所有的background information 然後我告訴你 你建議你這個Friend 去報這份工作 而這個referral 如果成功的話 我給你錢 那些公司給錢 我終於夾你一半 這件事是合理的 因為現在其實我想辦法 那時候想取代了HR 做的事情 但結果這件事 Anyway 都是衰了 衰了 自然 那時候做是有investor investor 很有趣 做了半年後 跟我說不給錢 不給錢之後 沒有錢 要開飯 要開飯 接鑄 接鑄了一間大陸的Fall Square 這間店 厲害的 背後的投資者 是黃雪雄 不知道是甚麼來 HTC 老闆 知道了 HTC 大家知道了 背後的老闆 就是黃雪雄 那時候在中國最大的 Fall Square 即Fall Square的翻版 在大陸 跟他搭 搭了很多事情 都試過做自己的事情 做了一件事叫預見 預見就是 有個俄羅斯17歲的hacker 建了個program which is random 找一個人跟你 video check 慢慢就變成video 看閒片 大家老了些 不知道甚麼東西出來 大家會想鬥看 但這件事 不知為何很Hit 做了一件事 是給大陸 結果不夠一個月 人人網抄襲了我 知道甚麼被人抄襲 就知道 是完全照給他 無論如何 無法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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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公司 大約兩年半 學會這件事 投資者很難找 好的投資者更難找 我們當時最大的問題 我的投資者是甚麼都不知道 甚麼都不知道的原因 就是他訂了一些很奇怪的要求出來 而那些要求在現在 大家拿出來說的時候 會覺得他神經病 更重要就是 有idea 沒用 我們現在經常說start up 我聽到的 在中泰銘有甚麼start up 計劃 經常說有idea 可以了 我給你錢 我教你做 idea 是沒有用的 idea 沒用的原因是 idea 到處都是 老實說 當你知道 Google Larry Page他們兩個 在做Google的時候 在一個PhD paper 同一時間 有多少人在研究相類似的東西 他們兩個在Standford那邊去研究 你知道 Oxford那邊也在研究 有人在哈佛那邊研究 同一個idea 在同一個時空出現 是不出奇的一件事 因為當科技發展到的程度 大家在想相同的 就會是這樣 所以idea是沒有意思的 做到出來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開公司 不要找朋友給意見 最喜歡的人 開公司出來找朋友 給他們一些意見 看看有沒有用 那些是否你的使用 不是的 因為在圍繞一群 在打機 有甚麼用 好 一二年公司倒閉了 中間就 倒閉了一輪 結果一三年 就去了一條台灣的團隊 搞了一條這樣的東西 這條的現在還在 Anyway 我 quit 了 進去的那條團隊 又是 從沒有到過多兩個月 起了第一個版本 然後就去了美國 去美國 入了Tesda 美國 Standard Incubator 一個是Y Combinator 一個是Tesda 一個是500 Startups OK 這三個Incubator 在裏面就磨了三個月 磨了三個月 磨了三個月之後 就不做了 好了 又學了很多東西 第一件事 第一次去美國 那時候小時候看書 叫直谷 Silicon Valley 好像很厲害 就說了很多勁人 這次真的去到美國 發現那邊真的很多勁人 很多勁人的意思是 他們可能因為成長背景也好 或者他們的經歷也好 導致他們看東西 想問題 或者去想同樣的東西 出來的做法 會完全不一樣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整班 在Tesda裡面 找了很多前輩 我稱之為 來做sharing 會一定的聊天 其實很casual 不是大家坐在安靜 聽我說話 大家都是鬥聊天 他們會鬥搶 舉手 問問題 全部都會 任何人都會 印度人 又說 華人 又說 問題是我自己 就不知道坐在法官大附 做什麼 世界很大 當你去看 原來人家在做什麼 然後回頭看自己 我做什麼 第二件事 庫法蘭會分手 吵架 有機會吃飯再說 香港剛剛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很有趣 很多八卦故事 香港自己搞starts 其實是有排都追不到的 有排都追不到的意思是 不是你做事不行 不是你沒有錢 而是有很多 軟性的條件上 你沒有辦法滿足到 OK 這個 稍後再說 然後發現 原來自己在那裡打電話機 當年 然後痛定思痛 過了五個月之後 分手 不玩了 不玩了 然後就走了去 就覺得自己很多事情好像不懂 結果想去學習 去學習 去一些人來成功的公司學習 最好的 走了一間台灣的公司 叫Easy Table 一間網上平台 你認識的可能是 Openrise裡面的table map 我就是他的對手 OK 當時出香港一開就只有我一個人 到最後香港十幾人 然後我走了 全部人都走了 Easy Table 其中一間 他是成功在他曾經掌握到錢 掌握到1.5MUSD 在當年 走了一間再說為什麼 走了之後去了這間 這間大家都知道哪間 OK 亦都掌握了不少錢 好了 這兩間我過去的年多 就在這兩間公司做了大概十年多 然後發現 我第一間是台灣 有兩條台灣 台灣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的 現在有很多人走去跟你說 香港不行了 哇 那六八九 走去找一個六八九 好像好一點 台灣適合六八九 台灣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原來當你以一個香港賺錢 拿一個遊客身份去台灣的時候 當然什麼都好 為什麼 你是客人 民宿當然對你好 司機當然好 你給他錢 你要記住你給他夠錢 他就給他人家開飯 開一個禮拜 開兩個禮拜 他當然對你好的 但實際上去工作的時候 原來是另一回事 舉個例子 我在台灣要做 我在做義私事宿的時候 我要去台灣 留下一個多月 公司是不給住宿的 要我自己給的 這件事在大家眼中 可能不太合理 但在台灣是很正常 在台灣會覺得 你一定要自己帶電腦 我不會給你電腦 OK 很普通的 這件事 鎖下去還有很多 每個地方都有好不好 但你去看過 你會覺得 原來我現在看過 台灣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後面是有些台灣的同學 嗯 我明白了 我看到樣子就知道了 第二件事 就是 有很多表面很風光的公司 實際上就不太好 當然就 比較敏感 不太說很多 現在已經在街上 有些甚麼機會 大家吃飯的時候 先問我 一間高速成像的公司 他面對的問題多很多 之前我做的 原來小公司只有幾個人 最高峰的時候 只有十個八個人 跟我現在做的兩家 百多人的公司 是完全差天共濟 兩回事不同 老實說 學了很多東西 接著有一個好的Leader 一個Leadership Skills 老實說 我不喜歡這麼多年 開始慢慢去到不同層次 你發現Leadership Skills 是很重要 Leader的意思是 並不是你真的做一個老闆 去捉住別人做些甚麼 而是你有些甚麼去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我很討厭那些人叫我做老闆 我自己開公司 我都說你不要叫我做老闆 因為老闆這兩個字是沒有意思的 但問題是 你的團隊是否跟你一起努力去做 你如何影響到它 這個最重要 繞了很大的圈 我那一晚真的看了過去的十年 我真的看了過去的十年 那套戲表面上我的字就是 哪一天 但對於我來說 當我看完那一晚 其實是很深 有想到很多東西 我去問我自己 是否真的會飛 不喜歡十年 剛剛十年 勿言回首 發現自己曾幾何時 都挺天真和傻 差不多是天真嬌 當我去想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跟Mo說 不如我就拿這個題目 說OK 就玩東西 這樣就拿這個題目 繞了這麼大的圈 說了剛才那些事情 其實想跟大家說一些絕望真相 絕望真相的就是 在你畢業的時候 有些甚麼你可以做 其實很多時候 你 我不知道你career center也好 跟你說你畢業也有甚麼可以做 他們沒有說到事實的全部給你們聽 畢業出落 不愛乎這三條 right 逐個說 有多少人想著 就讀上去的 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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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offer了嗎 還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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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清楚 第一件事是 你不知是想做研究 或者是因為 好像事情有點塌 不如攬過水泡才有人笑 我看到 你是不是真的想做研究 研究的意思是 那個topic是你去想的 就好像你做四個 四個項目的 大家都知道怎麼玩 沒有topic的 你老闆 坐下來跟你談 談你的topic是甚麼 談你的marking 談了甚麼 還沒談 快的了 談你的topic是甚麼 談你的marking是甚麼 那更慘 到時候你做研究 marking都沒有 那份paper出街 上到conference 你就可以畢業了 你知不知道中大每年 有多少讀NVIL 或PhD的學生 是畢業的 有的 有個姓林 我不說哪個名字 我恥笑他 他知道 他很厲害 老闆 他以為他老闆收了他很開心 一讀 一grad了之後 就去讀一個四年的PhD 結果就畢業了 四年就浪費了 到現在都畢業了 是過期的 有效期的 你那個有效期裡面 你沒有辦法 那些paper出街 就畢業了 這樣就畢業了 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些研究 這麼專注去做 第一件事 你很想作英雄 他蹲了這麼多年 你可以選擇去走教室那條路 中大好幾個instructor 我都認識 你可以選擇去走那條路 有看學士學非 學士是否有個湯紹興教師 博士 湯紹興博士也有個朋友 你是不是想走那條路 可以的 當然他窄很多 不知為何上了電視認 就是這個 只要說你想像兆安那樣去做神 都可以的 但問題是你要像兆安那樣做神 你本身有跟神一般的能力才可以 你又沒有呢 OK 好了 只要說 OK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想做這些事情的話 沒問題的 但我也都給你一個建議 最好麻煩你去外國 絕望真相的一點就是 始終你在香港做研究 和你在外國做研究 影響力很不同 你走去看你自己的教授裏面的教授 有幾多個在外國浸到咸水回來才做教授 你在哈佛大學 哈爾濱佛教大學 和真是美國哈佛大學兩件事 OK 我計算要美國那間哈佛 好了 那是不是不同 問題是這個就是 為什麼說去外國會好些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記住我說這句 有很多不知道 這一年我不知道你怎麼搞 可能你真的很想做研究 很厲害 因為我讀書很差 讀ANVIL 讀了一個PhD 並不會令你找工作不得好 作為一個老闆 他見到一個學生 在讀完Bachelor之後 直接去上讀ANVIL 或PhD 我最多給他一樣人工 的原因是 你有什麼不同 你讀這麼專門的事情 除非你做出來做的事情 是跟你讀的事情完全有關係 OK 舉個例子 有一個現在在 剛剛去了Facebook Facebook有一個O字 怎麼讀的眼鏡 Oculus OK 余博士就是 讀完Bachelor 接著就上了去讀ANVIL 在中大 接著就去了Ospos那裏讀PhD Cambridge 是 Cambridge那裏讀PhD 讀完之後 接著就Amazon聘了去 Amazon剛剛之前做過電話 接著電話 接著那條團結束了 接著Facebook請了他 OK 即是 他讀那一篇東西就是 Completed Graphics Viso 讀Vision 讀Vision 即是那時候玩的 現在已經很流行 那時候就是他展示給我看 就是 你站在這裏有條片 他可以把我整個人抹走了 只剩下後面的背景 是的 一個鏡頭 以前可能要兩個鏡頭 他不用一個鏡頭搞定 OK 他就是讀這篇東西 結果他做回差不多 現在做VR 做Cambridge 做Vision 有關的東西 除非你做的東西 和你讀的東西有關 對 否則 你那份工 並不會因為你那份PhD 而人工高了 好 講找工作 有幾多人想著不業之後 馬上去找工作 有幾多人想著不業之後 不去找工作 有幾多人想著不業之後 有人想著不去 即是 你們做甚麼 香港學生不可以這樣 Anyway 找工作 我當你們大部分人 都想著去找工作 OK 找工作 你要問自己 確實你有多少斤兩 你有多少賣點 面試的人坐下來 第一件事問你就是 你認識甚麼 你為甚麼我要請你 憑甚麼我要請你 你有甚麼吸引多幫到我 我最流行 有些同學 就不知道在哪裏聽回來 我當年都會這樣說 我希望進入你公司 我可以好好去學一些新的知識 你 我給錢你 你來學習 你來學習 是不是你給我學費 搞清楚問題沒有 OK 你要去找一份好工 確實你先提供甚麼給你公司 你有甚麼賣點 你有多少資料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人是用的 確實你想走哪條路 你去找哪條路 走哪條路 你講讀電 做電腦 電腦很寬的 你做System Support又是電腦 你去幫人做電腦 你去幫人做電腦 你去調配電腦 你去調配電腦 你調配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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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客人計算利息 那些很大的客人要這樣去計算 養一團隊專門幫你計算利息,計算了10年 有的,你可以選擇走這條路的 沒有問題,這條路是你的選擇 你想走哪條路,你要去想 你想入什麼公司,可以入外國的大公司 可以入大公司,可以入小公司 沒有問題,你可以選擇 更重要是你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跌了一個陷阱 陷阱就是你發現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多少是三三四的學生? 全部都是,有多少是三年債? 你們三年前入錯課和你們四年前入錯課 你有沒有發覺?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你現在拿著iPhone,現在第九代 那些人說是後地,九年才 對不對?每一年要換新版 結果你每一年就要學新的 就算沒有iPhone和Android,你也是 Android每年改版 Android錄裏面有什麼新的? 你知道嗎? Web,我那時候五年前玩Wuby 那時候也有人玩Python 現在大家已經歐了,不玩了 玩JavaScript 兩年前也有人說玩Angular.js 現在有人說不滿,要玩React React如何接駁下去呢? 每一套都要學 你有沒有這樣的精力去學下去呢? 而學這件事,如果你不想你成為你口中的老闆 即是我罵我老闆 即是我跟我老闆很激烈地討論的時候 我所說的那些東西,你不想成為你口中的你老闆的話 即是接下來的十年你還有一段時間去學 那你是否有這樣的精力繼續學下去呢? 你要去問這個問題,外面的老闆是怎樣看呢? 再說一句,他會覺得現在的學生像一個IT user more than developer 你用的而已,你拿著iPhone你用的而已 他又問你,為甚麼iPhone iOS 7和iOS 8裡面的設計 為甚麼有甚麼設計不同 在UX上有甚麼不同 為甚麼要這樣改變? 為甚麼Android 5整個畫面要講 Material UI、Material Design裡面有甚麼特別多了? 或是為甚麼Android背後的Runtime Engine 整個換過一次呢? 你有沒有理解到當你去用它的時候 你有沒有理解背後發生甚麼事? 而你不去理解發生甚麼事 你只是用的話 這個就是我當年在SmartTone做研討論 做work study的時候 有一晚去開業,三點多 天堂地動data center 我有一個senior engine 跟我說很冷的,出去吃燒 坐在那裡問我畢業了 他又提到畢業了 畢業了,想要做甚麼? 然後一大連結後他就跟我說 不要做電腦了 香港做電腦,死路一條的 你有甚麼創意呢? 你便拿著本,薄 拿著那份SPEC 照樣打 就好像你們現在看著Stack Overflow 照樣打 有沒有創意在裡面呢? 有沒有甚麼新的成分在裡面呢? 絕大部份的時候 其實你去抄襲別人的東西 你沒有加到新的價值下去 那你永遠都是那個層次 你沒有辦法進到下一步 如果你不去學新的東西的話 OK? 有一份很平常的工作 我忘記了,我沒有理會 一個老闆在期望你去賺多少錢 而同一時間在期望你會懂甚麼 OK? 你去看得到的 在… Jidges 我慘你不記得 Jidges裡面會有 OK? 或者這一份 又要Ruby 又要PHP 又要Drava 已經是三樣貼了 又要Objective C 這個做甚麼舊的 現在可能Swift 又要JK 又要MySQL 就是認識了Redis 一名單 不買他,不敢打出來 如果你現在去報你會開多少錢 這份更加精彩 這份就說自己是Citon Reddit的startup 然後就要你認識所有東西 又要幫他賣名 講startup,startup請人 那間startup終於倒閉了一盒 很高興,因為終於解僱人很開心 因為他曾幾何時請了一批引擎 他就跟大家說,我們startup來的 我們startup做事就… 喂喂喂,沒聲音 原來是這樣 我們startup來的 我們startup做事就要很拼命的 所以一個禮拜我們通常就開七天工 然後那些同事說不是 香港勞工發禮週休一日 他說發禮的東西我們不看 我們startup來的 OK? 這間公司終於解僱人了,我很興奮 我聽到之後 因為我認識的 你當你跟這些老闆爭論的時候 確實你拿著多少東西 可以跟他們去negotiate 去談論你的條件 你要很清楚你自己 去找工程其實最重要是 你了解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有多少根 了解你自己到哪個程度 好了 如果…我不知道 這裡有沒有一些是玩ACM的 不見了 後面那個… 咦? Therry呢? Therry沒有了 有沒有玩ACM的? 沒有了嗎? 有…有… 你打算升學吧 那就算了,不關你的事 如果你有ACM的 通常你就有資格 可能走出去找外國的大公司 Google、Facebook Google、Facebook、Microsoft、Apple 連連在香港都請人 連連都請不少人 現在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資格去做呢? 有幾個網站可以看的 Line Code Line Code Line Code 裡面有很多人 interview完的題目 你可以走去看 你可以走去做 你可以看你做到多少條 剛剛Hacker Cup 就過了Qualification Round 那就不到你去玩了 有幾人為我玩Hacker Cup 都是前面那班 我都不記得了 我看到的時候 可以跟我講Deadline 那… 因為那時候去澳洲 還有的 你還可以玩Cook Jam Google、Cook Jam 基本上你玩這些比賽的話 你能夠過到後面那幾回合 他就開始看著你這個人 踏一些曲是否真的好 然後就會有機會去請你 OK? 這就是其中一次題目的 這次是新鮮熱蠟 Mozzi 這次是新鮮熱蠟 Facebook 我衰了 OK 如果你能夠回答這條題目的話 你在香港應該找一份很少的功夫 應該不難 你現在全世界都在搶著 Developer的時候 重點是 你看到這條題目 其實表面上好像不太難 但實際上背後 你要熟你的語言 你要知道 Algorithm裡面的東西 即是很多 你以為你在學校學完之後 你不記得 可以忘記它 實際上會考回你 OK? 你看到它 它要你計算 O-N 難再難 在O-N的位置 這條簡單一點 我只給你兩個Array 你告訴我 有沒有重複 你把點點點寫出來 用最快的方法 因為有Array 可能裡面有1000個Data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 對 你四十五分鐘 寫出來 OK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用最快的方法寫到 Comparison 這個Comparison 將兩個Array 比較裡面有重複的Data 當然 如果你這些人搞定 OK 你可以為他找到大公司 OK? 好 最後講Start-up 我講Start-up 我可以講三一三 所以我不多講 講幾個重點 第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以為自己是Mark Zuckerberg OK? 你一定不是 你更加不要覺得自己是Steve Jobs 我不知道 中大學經常說 你嚇一個Steve Jobs 神經病 我聽到我眼火爆 我告訴你Steve Jobs 你有沒有搞定別人Steve Jobs 幾多歲開始玩電話 你有沒有想清楚Bill Gates幾多歲開始玩電話 你有沒有想清楚 Mark Zuckerberg幾多歲開始踏曲 你們那個年紀十多歲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我想我也是 所以我現在就繼續蹲在這裡踏曲 OK? 即是 想清楚 你跟別人之間的差別之後 提你一件事 九十七%的staff在三年之後會倒閉 只剩下3%的staff裡面有97%會捱不多過三年 即是說能夠捱到六年的staff只有0.009% 即是一萬間只有九間 這就是個數字 這個是Silicon Valley的統計數字 那你在香港的話會怎樣 OK? 講搞staff 標準問題 你捱到多久呢? 現在很流行的 因為香港現在講staff 政府又說搞staff 每個人都給你錢 不知為什麼 我那時候是什麼錢 我還要面對這樣的investor 現在每個人都說給你錢 你問你自己 你有幾場回合 你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你捱到多久呢? Idea是bullshit Totally bullshit OK? Execution最重要 你有辦法做出來 香港搞staff最大的問題 就是個個都跟你講idea 全部都是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present完了 就不用踏曲 就覺得你的idea很棒 就給你錢了 但是你是不需要做出來的 那就圈了一塊錢回來 十間香港的staff 在外面 你現在見到出名的有九間都是這樣 OK? 如果你真的自己想做 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 你是否真的execute execute的意思 並不是你只是踏曲那麼簡單 你真的懂得運動 行業 OK? 好了 最後當然不要參加那些比賽 那些比賽我經常罵 那些比賽 你要贏的不是比賽 你要贏的那些比賽 你要贏的那些比賽 你不需要 找一群人在你面前幫你拍手掌 你需要做的是 你做一個product 外面有人用錢 你就夠了 OK? 好了 最後差不多了 conclusion 通常聽完整場講完之後 最重要是幾張sled 這句不是第一個Steve Jobs說的 OK? Steve Jobs自己也說不是他第一個說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的意思就是你做得電腦這一行 剛剛我說的 你有排學 每年你都有新的學 Angular 2又說出了 Angular JS 2 Angular JS 2 又不用Java 用Darts 整套synsys又改過一次 你又要學過了 背後的整個flow又不同了 你又重新學過了 OK? 還沒出嗎? 出來了 Tile Script嗎? 好像是 Tile Script 我已經忘記了 我沒有看的 因為我不用Angular 我用矛盾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就是你這個有排學 你記住 我看到所有在香港 搞IT 做到一年多 然後被人罵那些人 就是因為我沒有去學新的 香港電視最初的system 為什麼會倒閉? 這是一些 韓內人告訴我 沒有 他找回20年前 幫他做香港風頻的那些人 幫他砌 現在的e-commerce 究竟現在的e-commerce 怎麼砌呢? 他們其實不太知道 Anyway 他保持著改變 至少要有進步 OK? 讀慢卷書不如行慢 你也有兩個例子 有些同學 前輩 我自己是 過去幾年 我游走了很多地方 去了北京、上海 去過台灣、美國、澳洲 搞了很多事情 去到別人的地方看 和你在書裡面看 是完全兩回事 有一個你們的同學 去一次美國 交換了幾個月之後 回來 他第一句就問 哇!香港那班正在讀? 接著一堆粗口 有一個去過北京 回頭也問 喂!人家那邊這樣讀書 為什麼我們香港這麼不同? 也有一個前輩 你走來跟我說 他去過美國 發現美國的satout是不行的 OK? 美國太子妹主要 他不喜歡 是的 沒有問題的 你去 有任何的看法 這個是你自己的看法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你有沒有真的去看過 而不是聽別人說 我跟你說外國有多好 沒有意思的 你去過看過一次 你去看完之後 你便有自己的看法 OK? 我跟你說台灣不是那麼好 可能有人去到台灣很好 我認識一個朋友 在台灣移民了 我認識一個朋友 去台灣做事 做了三年了 都挺輕鄉的 因為說普通話說不正 那些人覺得好 好可愛喔 因為我聽很多了 OK? 不是鄭立的 鄭立的只會說粗口 好了 最後 香港人 香港的學生 並不是真的那麼差 但是你最要知道 你自己的位去到哪裏 你要知道你自己決定些什麼 你自己差些什麼 你跟別人去比較 你有什麼好過人 有什麼差過人 而不是整班 在台灣圍埋 我們香港很棒 我們City Company第二 我心想為什麼 一定要做City Company第二 全世界都跟我說 做City Company第二 新加坡也這麼說 台灣也這麼說 北京也這麼說 Seattle也這麼說 Boston也這麼說 紐約也這麼說 為什麼每個人都做第二 不能做第一 為什麼不能做香港No.1 問題就是 你看著別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搞清楚 其實你跟別人差些什麼 你怎樣跟別人去做比較 而不是整班圍起來 在圍爐取暖 OK? 好了 還有一句 你是不是厲害 是別人告訴你 而不是你自己說的 OK? 最後 這個人有支持Farewell Anyway 講這個講話 Mole那時候講我 我找到11年開始講 四、五次、五、六次 這個講話 如果你走回去 Leture Series的網站 它有一個 subtitle Beyond the Regular Lectures 你每天上課 課本上知識 Java Script 那些東西 OK?沒有問題 Mole教好 你自己去學習 那些東西沒有問題 其實 更重要的是 當你去學完這些東西之後 你走出你的社會 你們有沒有發現過 你們缺些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 嗯 確實 你走出來社會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開始大家面對 面對畢業的時候 這個是幾年前 我跟Mole開始去談 不如搞個Leture Series 就開始找很多不同的人回來去做 分享 有些我找 有些Mole找 慢慢就 每年都教了一次 結果 目的 這個Leture Series 的目的 並不是你聽 有個傻人站在你面前 吹水 吹了一個小時 大家聽到開心 然後去吃飯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而是真的 因為他們可能 跌過 痛過 經歷過很多事情 去跟你們做完分享之後 你們在裡面有得著 俗語說 站在的人肩上 現在那個傻人在你面前 你可以站在肩膊上學習 就好像當年 我的前輩跟我說一樣 哇 神啊 當年我的前輩 我09年去搞VTR的時候 那幾個前輩跟我說 為什麼要搞一個program 他運動了一個program 一個start up的十三個星期的program 他就說 如果 他那時候運動了幾年 他將他懂的東西 跟一班新的人說 就是 好像如果他當年 剛剛開始的時候 有人提議他會最好 就正如 我說 我去 宵夜 那一次 他跟我說 我說 喂 為什麼你會說這麼多東西 給我聽 他說 以前的前輩怎麼幫他 現在我們做回相同的事情 在你們身上 你們現在才二十多歲 我說三張多 我覺得差不多了 你們二十多歲 是時候到你們發胃的時候 你們是時候去想一想 確實你們有什麼可以做 而不是畢業 就真的等於失業 有 很珍惜這個機會 在這個letcher series 應該可一不可再 OK 最後 我的contact 要找我 隨時可以找我 OK 有了 我 其他地方都找到 OK 有email有網絕 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 通常我說這些不會有問題 好 是這樣的 很難看 就是這樣 不是笑的 因為我不要給我 因為我會偶爾 如果沒有我們 有什麼問題 你說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